現在大家對於海洋生態的這個部分 非常的重視 那我們希望我們藉由今天的課程 然後讓大家可以到 放流的一些過程還有一些重要性 在漁業署推動正確的海域生物放流的政策目標 我們遇到最多的困難就是 很多人覺得放流就是把動物放到海裡面去 但是沒有去思考說這些海洋生 他必須要經過一個完整的培育過程 另外一個就是要在適當的海域的地方 適當的時間去做放流 有時候季節不對或者是那個海域的位置不對的話 其實整個放流的效益是非常重要 其中很重要是因為溫度的一個影響 溫度海域的水雲會比起步還高 所以這個過程很多民眾的觀念裡面 他們出發點是很好的 他們希望我們能夠放流 增入我們海洋的什麼生物多樣線 那我們其實藉由這個正確的交易序路 這些海洋生物放到海洋之後 它才能夠正常的生長 成果率才會更高 那你之後呢到放流現場 你也不用出示那個紙本的證書 你直接把這個秀給那個海洋生物 你是抉擇人員 這樣可以嗎 非常希望我們所有的民眾 都能夠跟我們一起來 它確實放流是一個非常好的行為 在我們整個交易序路裡面 也特別提醒大家 正確的相關的姿勢 要把正確的物口放在正確的地點 而且要在正確的時間 拿出這些相關的事情 謝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大家的幫忙 過程裡面我們覺得 我們還有更多要努力的地方 跟我們一起來努力 增益我們海洋的資源